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老师也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 周老师在创业的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 赢在中国这个节目 他给到了周老师很多创业的动力 周老师也是通过那个节目认识了马云 认识了史玉柱 柳传志 纽根森等等这些知名的企业家 那么当周老师在看赢在中国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想了一个问题 王林芬老师每天这个对话节目采访无数中国民营企业家 国内国外的企业家 然后又通过赢在中国每天接见上百万这些中国有梦想的创业者 我在想他们的创业激情一定会影响到王林芬老师 虽然他在央视做一个节目主持人 当时周老师就评估 王林芬老师做完这个节目以后一定会创业 结果果不其然 王林芬老师在主持完赢在中国节目以后 就从央视辞职创立了优迷网 那么周老师也是优迷网的忠实用户 一直在关注王林芬老师的成长 那王林芬老师创立优迷网以后呢 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川步贤的马云》 我觉得这本书是我看过跟马云有关的所有著作里面讲的最好的一部 那么周老师曾经给大家解过李嘉诚自传 周老师曾经讲过 在周老师还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看《名人之传》 而且我不是看某一部 是把这个人所有的书籍全部买回家看 因为我要立体性的了解这个人 才能够学到他的智慧 通过他的创业精神来去点燃我的创业梦想 在研究马云的时候呢 周老师也是一样 看过无数马云的著作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是写的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多写马云书籍的人压根就不认识马云 他只是一个作者而已 他也没有创业的经历 但是这本书是王立芬跟马云写的 而且王立芬老师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到马云的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 第一个就是他通过王立芬老师的视角 来去分析马云的人生经历 然后呢 也通过马云本人的一些演讲 在迎代中国的一些对创业者的经典评论 来去通过马云的视角来看马云 这本书又叫决定阿里巴巴生死的27个节点 我觉得这本书讲得非常好 让我们能够立体性的了解马云的创业故事 那么首先第一章讲到的是1992年第一次马云创业 创立了海博翻译社的故事 第二章1995年5月 然后马云创立中国黄业的故事 第三章讲到的是1997年 然后马云来到北京外经贸商务中心创业的故事 然后第四章讲到的是1991年 马云回到杭州湖畔花园创立阿里巴巴的故事 然后第五章是1999年蔡中信加入阿里巴巴的故事 在第六章是1999年 然后阿里巴巴的第一次融资高盛 然后包括这个到孙生义投资阿里巴巴 然后到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首次危机 裁员危机 然后到这个阿里巴巴创造西湖论件 打造企业文化 然后一直讲到中阿里巴巴盈利 打造的第一个产品叫中国供应商 然后包括这个2003年 然后再入湖畔小区创立淘宝 2003年大战 Ebay 然后03年创立支付宝 然后网商大会 然后杨志远 雅虎并入阿里 然后包括马云在迎在中国做评委 然后包括马云带领着阿里巴巴 B2B平台在香港上市 然后布局阿里云 然后打造双十一购物节 包括支付宝的这个支付宝的内资化 到阿里人的合伙制度 到阿里的诚信反腐 到淘宝的一拆 一拆再拆 然后到这个布局菜鸟物流 到鱼隔宝的诞生 一直到阿里巴巴带领整个集团 去到美国上市 成为整个当年最大的互联网IPO事件 这本书详细的讲解了马云整个创业历程 那么通过周老师的视角 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马云 那么可能有些故事是这本书里讲到的 也有一些故事呢 是其他的书籍 包括周老师研究马云 看到马云那些演讲的一些资料 马云呢 他最早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学的老师 讲英语的 然后呢 因为他在讲英语的时候呢 他突然发现很多很多老师 在退休以后 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 然后人生没有意义了 所以马云最早 他其实不是想创业 是想解决这些老师的 这些退休老师的一些价值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 义乌小商品市场非常火 然后很多国外的人来到义乌去 买这个义乌的产品 但是义乌的这些老板呢 又不懂英文沟通 所以马云看到了这个状态呢 就想创立一个公司 叫做海博翻译社 那我能不能够通过这家海博翻译社 来去解决这个老师的问题 来去解决这些企业家不懂英文的问题 然后当时马云就怀揣了2000块人民币 跟着自己的一帮这个同事 创立了海博翻译社 他创立海博 海博翻译社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 是想通过这个公司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但是当创立以后呢 公司入不敷出 每个月房租都好几千块钱 然后收入只有几百块钱 那个时候是杭州的第一家翻译社 这个时候马云就为了拉业务 做了很多工作 马云跑到小商品市场去 向那些老板推销自己的翻译业务 然后结果呢 因为不会销售 被别人反推销 当他去推销那些老板 请他做这个翻译的时候 那些老板跟他说 我们的鲜花 我们的礼品 然后非常好 你可以买回家自己去卖 然后赚的钱比你做翻译还多 结果马云本身是去义乌 想去成交那些老板 成为自己的客户 结果被别人反成交了 所以马云就从义乌 进了很多很多的鲜花呀 礼品啊 然后就开始卖 结果两个月过去了 马云突然发现 这个海博翻译社没有赚钱 结果卖鲜花卖礼品 倒是赚了钱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跟他一起合伙的员工 然后包括创业者就提出来 说马云啊 咱们还不如把翻译社关了 干脆咱们就专门卖鲜花卖礼品 反正翻译的这个业务不赚钱 那还不如卖鲜花卖礼品 这个时候马云就说了一句话 马云说 不对 我们走偏了 我们创立海博翻译社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解决社会的问题 是为了解决这些在校老师 退休以后的问题 是为了解决这些企业家不懂得英语 跟国外的人沟通做生意的问题 这个时候马云做了个决定 什么决定呢 把正在盈利的鲜花礼品这个板块 砍掉了 专职做海博翻译社 这个事件呢 在这本书里面详细的有表达过 那么这个事件其实对周老师冲击非常大 我记得在周老师创业的时候 我最开始创业 我跟一般的创业者也是一样 创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能赚到钱呢 这是前中国97% 所有创业者的想法 但是当周老师研究完马云以后 我发现 不管是马云 不管是李嘉诚 不管是郭台铭 不管是王永庆 这些所有的顶级的企业家 其实他们并没有创业的 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赚钱 想的是如何解决社会的问题 我记得在两年前 我在机场坐飞机的时候 看过一本书 那本书卖的非常火 叫《从您到一》 这本书是一个硅谷非常厉害的 一个投资者的人写的 这里面讲了一句话 一直让周老师特别特别有感触 叫做什么是硅谷精神 硅谷精神就是 因为想创新 所以成功了 而中国人就是 因为要成功 所以去创新 我觉得这句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残疑的一句话 当我们中国人 因为要成功 所以去创新的时候 我们在创新的路上 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 我们突然发现 模仿比创新更简单更快 所以中国一跃成为了 三在第一大国 就是这个原因 而硅谷精神 他是因为要创新 所以成功了 他没有想成功的事 结果成功了 所以马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创立阿里巴巴 从来没有想过赚钱 而且我这么多年 我想怎么赚钱的时候 做的决策 只要跟钱有关的决策 我几乎全做错了 但是 只要是跟钱没关的决策 只要是如何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决策 我全做对了 当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很多很多创业者听完马云的演讲都在觉得马云是在吹牛 为什么 今天你有钱了你才怎么讲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当你翻开这本书看到马云创立海拨翻译社 当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马云明明卖鲜花卖礼品赚钱 海拨翻译社是在亏钱 结果所有的创业者的思维都是让他把翻译这个业务给砍掉 只做卖鲜花卖礼品 结果 马云反其道而行 他把赚钱的业务给砍了 然后专心的一心一意只做海拨翻译社 从这个点上就能证明 马云创业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解决问题 记住 这个世界为什么只有3%的人可以成功 因为3%的企业 它的出发点 是我真的创业是为了解决社会的问题 不是为了赚钱 不是奔着钱去的 反而赚到了大钱 阿里巴巴的使命是什么 是让天下没有难度的生意 但是97%的老板创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 所以记住一句话 叫做出发点决定终点 你创业的起心动念就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我觉得这是这一段故事给周老师最大的启迪和启发 王立芬老师也专门对这个事情进行的一个点评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那第二件事对周老师触动很大的就是 当海拨翻译社做到一定程度以后 虽然没有赚到钱 但是他给马云带来了声望 因为他当年海拨翻译社是整个杭州的第一家翻译社 而且在杭州人认为 马云可能是整个杭州做翻译讲英语讲的最好的一个人 给了马云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这个 杭州市政府有一个市政工程是修一段公路 然后有一个美国的公司呢 是投资方之一 结果呢签完合同以后款吃是没有打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然后杭州市政府需要找一个人专门跟美国公司接洽 这个时候杭州市政府就想起了马云 就想起了他的海拨翻译社 就找到了马云 说你能不能代表杭州市政府去跟美国公司谈判一下 赶快让款到位 我们这个工程好如期进行 这个时候 马云就受托 去到了美国 当他去到美国的时候 发现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骗子公司 然后这些公司的人是黑社会 直接把马云抓过来 告诉他说 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是骗子了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跟我们一起骗 咱们一起分钱 二我们把你抓起来 软禁你 马云想都没想说兄弟咱们一起骗嘛 然后结果那帮人说 看你又不像好人 就对他放松警惕了 结果马云这个时候趁别人不注意 从二楼的窗户下跑了 跑了以后呢 连行李箱 现在还落在这个美国的好莱坞 用马云的话 他在美国被黑帮追杀 然后就像好莱坞大便一样 马云本身想的是马上回国 但是马云突然想了 反正来就来了 不如来美国看一看 刚好他有一个同事 同事的一个亲戚就是美国人 然后马云呢 就飞到了这个西雅图 去见到了他同事的亲戚 他见到了这个同事的亲戚以后呢 他这个同事的亲戚跟他讲了 有一个东西叫互联网 computer非常非常厉害 这是一台计算机 通过这个计算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全世界的所有一切 然后马云觉得太神奇了 但是马云不懂什么叫计算机 更不懂什么叫互联网 但是这个时候 他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 马云你这样 你现在在这个电脑上输入啤酒 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的啤酒 结果那个人真的就 这个马云就真的输入啤酒 发现哇日本啤酒美国啤酒 全世界所有啤酒品牌 全部都在上面 结果马云突然发现 没有中国啤酒 然后马云输入中国 发现互联网的页面是空白 没有相关中国的任何信息 这个时候马云就问这个朋友 为什么在互联网上 收不到我们中国的产品呢 收不到我们中国的任何信息呢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朋友 跟他讲说 互联网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你要做一个网站 上传到网上 别人才能收到你的东西 你们中国没有人做互联网 没有人做网页 所以你就收不到 当马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马云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 马云仿佛嗅到了一个商机 他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 我研究 比尔盖茨 我研究李嘉诚 我研究孙正义 我研究马云 我发现全世界最有钱的这些顶级富豪 没有一个告诉 告诉我们说 他是靠勤奋 靠努力变成首富的 他们所有人都会讲 第一我是爱学习 第二就是我眼光比较好 我看得比别人远 为什么比尔盖茨能成为世界首富 因为比尔盖茨看到 我们整个全世界的计算机 都像一站房子那么大的时候 他看到了未来 家家户户都一台小型的计算机 就在自己办公桌上 他渴望 未来所有全世界的用户 打开电脑 看到的就是Windows手机 他看到了未来 李嘉诚先生 他看到了塑胶化的未来 他看到了房地产的未来 所以他能成功 马云也是一样 他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首富 是因为他看到了互联网的未来 这个时候马云马上跟他朋友讲 说这样吧 兄弟咱们合作 我跑到国内开家互联网公司 你帮我做网站 我通过这个摄像机 照相机 把我们想做网站的公司的图片和资料 通过EMS寄给你 你来给我做个网站 行不行 然后他美国的朋友说 太棒了 那我们一起合作吧 马云回到家以后非常兴奋 马上找了24个朋友 跟24个朋友说 我要创业了 我要做互联网 因为未来这是趋势 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一个晚上互联网 问这24个人知不知他 结果所有人都没有听懂 只有一个人说 那你想干就干干事实吧 这个时候马云正式从大学里面辞职 马云辞职 要创立一家属于中国第一家的互联网公司 说白了就是给别人做网站的 叫中国黄业 这个时候的中国没有互联网 没有计算机 根本都没有联网 所以当马云跟别人讲说 哇 我可以收你两万块钱 给你做个网站 让全世界人都可以通过电脑 搜索到你的时候 别人都认为马云是个骗子 马云颠着包 去找到整个杭州 所有的公司推销网站的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马云是个骗子 不相信他 到最后没有办法 马云只能够从自己最身边的人下手 找到了最好的朋友 然后呢开宾馆的开工厂的卖汽车的 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网站 其中有一个最出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马云给他杭州一个宾馆 做了一个网站 做完以后 拿着照相机 去到这个网站这里 把这个照片拍一拍 房间拍一拍 写了个简介 通过EMS的方式 发到美国的朋友那里 美国朋友呢就给他做了个网站 做完以后 因为中国还没有网 所以呢在中国看不到 怎么办呢 他就打开他美国的电脑 然后呢显示出了这个 这个马云给别人做的这个网站 然后对方再用照相机 把照片拍下来 然后再邮递给中国 当马云把这个照片给到 那个宾馆老板的时候 那个老板一看这个照片 更觉得马云是个骗子了 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 但是 事情过去了不到三个月 然后呢 这个时候北京开了一场会 然后北京开这个会呢 是来自全世界的人民 都在北京开会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杭州这个宾馆就被电话打爆了 很多人都电话订房 然后订了很多房 然后呢 很多老外 晚上住了他们的店 白天坐飞机去到北京开会 开完会以后再回来住 然后连续三天 这个老板觉得很好奇 就问这些老外 你们来的是干啥呀 那帮老外说 我们来北京开会呀 来北京开会 你为啥订我这个酒店呢 你们不在北京订不就行了吗 每天来杭州住 去北京开会 又飞到杭州住 你们老外是不是有病啊 然后这帮老外说 我们习惯性的 就是打开电脑 搜索 这个网站下方订单 结果我们搜索中国 发现整个中国 就你一个宾馆在网上 我们以为你们整个中国 只有这个宾馆 所以就订了你们的 订了你们这个酒店 这个时候 这个老板才知道 原来那个马云不是个骗子 虽然中国慢慢开始有了互联网 但是这个电信拨号 那个网速是非常非常慢的 只有44KB 所以那个时候 马云做中国行业 其实做得很前行 当他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发现 当中国已经有互联网的时候 这些电信巨头也开始进入了 当这些电信巨头进入以后 开始跟马云开始竞争 竞争了一年以后 你弄不死我 我也弄不死你 中国电信就直接跟马云说 这样吧 咱们合作吧 和开一家公司 我们占大股 你占小股 结果这个时候呢 马云就只有了30%的股份 当马云有了30%的股份以后 他发现 他没有话语权了 整个公司说的一切 只要他举手 别人全部否定 所以马云发现 他被人骗了 他被这个电信公司骗了 电信公司 给他合开公司的目的 其实为了就是为了收购 他为了把他给灭掉 所以这个时候 马云第二次创业宣布失败 当马云第二次失败以后 这个时候在北京 北京的外经贸局 想做一个网站 然后呢 就找到了马云 告诉马云说 我们出钱 然后呢 给你发工资 还给你团队股份 然后马云就很兴奋 就带着自己的团队 去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 马云 几乎整个当时 整个中国外经贸局的网站 全是马云一个人做的 做完以后 马云发现 虽然帮助这家公司盈利了 但是马云发现 这不是他想要的价值观 因为他发现 这些 这些国企的这些老板的思维 跟民营企业家完全不一样 这些 这些国企的思维 他们想的是干嘛呢 他们想的是要做一家网站 专门帮助我们中国的国企 中国的央企 把产品推广出去 而马云最渴望帮助的是 中国的民营企业 因为在马云认为 其实中国的民营企业 更值得我们去帮助 因为国企和央企 不管帮帮他 他们都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 经营就发生了分歧 发生了分歧以后 马云到最后宣布退出 虽然外经贸局 这家公司是盈利的 但是马云退出了 宣布自己第三次创业失败 这个时候马云创业 已经整整七年了 创业三次 失败三次 马云这个时候很气馁 带着自己杭州的团队 爬了一次长城 然后这个时候呢 马云的名气有了 所以他也在外经贸局 认识了当时的互联网大咖 雅虎的创始人杨志远 杨志远告诉马云说 你可以不用回杭州 直接留在北京做我中国雅虎的总经理 我给你开高薪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互联网大企业 全部都要求想让马云的团队去那里上班 但是马云想了一下 我还是想创立属于我自己的公司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点上就能够看清楚了 马云到底跟一般人 他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马云像一般的老板一样 创业就是为了钱的话 马云绝对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 因为外经贸局是盈利的 中国黄业也是盈利的 他绝对不可能离开他所创立的公司 虽然他的股份只有30% 但是明明显然是盈利的 这是到手的钱 他说不要了 这不是一般的魄力 而且当雅虎这家公司 给到他一个总经理的职位的时候 你再也不用创业了 不用出一毛钱固定的薪水 每个月几十万的工资 这个时候马云对到手的钱说 No 我相信这不是一般的魄力 证明他创业真的就是为了 想干成一件事 而不是为了赚钱 真的是这样 今天周老师做事也是如此 我发现 我做的项目 只要是冲着钱去的 都没赚到钱 但是我只要做这个事 就是为了把这件事给干好 来造福消费者的 我全干成了 而且我全赚了大钱 这就是 这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家 跟这些普通的小老板 终极的区别 所以在这个时候 马云选择 我依然要创业 但是这个时候 马云跟着自己的团队讲 你们现在可以选择 跟我继续创业 一个月只能领 五百块钱的薪水 而且有可能我 第四次创业还会失败 但是 你们也可以选择 留在雅虎公司 因为杨志远是我哥们 是我朋友 同意了 你们留在这里 每个月最少五万块钱 以上的薪水 但是 马云的所有团队 考都没考虑说 马总 我们愿意跟着你拿五百 也不愿意跟着他们拿五万 我觉得从这一点 就能看到 马云的领导力 马云说 好吧兄弟们 咱们一起 合资 开一家公司 叫阿里巴巴 如果这一次 我们再失败了 我就带着你们去打工 我们再也不创业了 马云创业七年 再次回到了杭州 创立了一家公司 叫阿里巴巴 马云认为 这次一定可以成功 马云认为 这七年 他不是失败 他这七年 是在不断的成长 是为了让他 给第四次创业 做成功做铺垫 所以马云 这次创业 启动大会的时候 特地 告诉自己的十八罗汉 拿着摄像机 把我们今天的会议 全部录下来 因为今天这段视频 未来将会成为 整个人类历史上 非常有纪念性的一刻 华业的时候 我就提过 华业所要瞄准的对象 不是国内战争 而是国际战争 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 不在于中国 而在于美国的规律 如果说第一 我们把阿里巴巴定位 就把它作为国际战争 我们不然把它定位 是国内战争 我自己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我希望阿里巴巴 在2002年成为上市公司 当马云创立阿里巴巴以后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多年以前的这段视频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身上的那种创业的精神 值得我们创业者 值得我们每一个创业者学习 试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创业者 你创业了七年 创业了三次 失败了三次 你还有勇气感创业第四次吗 但是马云有 就是因为他这个勇气和精神 所以造就了今天他的辉煌 当马云创立阿里巴巴以后 他没有钱啊 18罗案 每人凑了一点钱 一共就十几万 结果花了不到几个月就花完了 怎么办呢 马云向自己的员工借工资 给员工发工资 但是没有一个人走 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他 这个时候马云想了 我如果再不融资 就是思路一条 必须要融资 怎么办呢 我怎么去融资呢 马云开始找各种各样的资本 找40家 被拒绝40家 但是 他没有气馁 虽然他被那些风头拒绝了 但是他在见风头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他人生上的贵人 也是阿里巴巴的头号交易 叫做蔡崇信 蔡崇信 具有海归的背景 然后高级知识分子 更关键的是他是法 他是法律专家 他是税务专家 他是财务专家 他是投行的专家 他当时在香港是一家投行的总经理 年薪过百万 当他在跟马云聊的时候 当马云希望要这家公司给他投钱的时候 这个蔡崇信跟马云聊到半场说 马总我不能投钱给你 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工作辞掉 加入你的公司跟你一起干 马云都傻了 你今天年薪几百万 公司给你配豪宅豪车 你的公司是在整个香港中环 最顶级的甲级鞋子路里上班 你今天加入我的公司 工资只有五百块钱 车什么都没有 只能够在我家里面上班 你真的愿意吗 蔡崇信说我愿意 蔡崇信的老婆都觉得很奇怪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够把我家男人迷成这样 网上还有一个这样的段子 讲的是蔡崇信一意孤行辞职 然后加入了阿里巴巴 一个多月都没有回家 然后蔡崇信的老婆就觉得 这老公到底干啥去了 然后就马不停蹄的从香港 跑到杭州去找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他以为他的老公加入这家公司 一定是杭州最牛逼的公司 结果跑到杭州工商局一问 没有人知道阿里巴巴 跑到整个杭州最顶级的写字路 问没有人知道阿里巴巴 到最后没有办法跑到工商局 网站注册查了一下 阿里巴巴的注册地址 然后查都查不到 到最后给他老公打电话 才知道是在一个民宅里面 在一个民宅里面 当他的老婆第一次去到马云的 所谓的那个湖畔小区的时候 就是一个两房一厅的破房子 当推开门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18个人有男有女 男的赤裸的上身 每人对着一台电脑 打着地铺 当时的整个阿里巴巴 就是这样的现状 当他的老婆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老公 以前是头上打着摩斯 穿西服 打领带 豪车 接送百万年薪 甲鸡物业上班 结果到今天在一个民房里面 跟着18个人 每人对着一台破电脑 上班还打着地铺 工作累了就在地上睡觉 然后房间里面凑气熏天 他的老婆说 那么老公肯定进传销窝了 然后还有一个段子 讲的更搞笑 讲的是18个人 每天在里面做程序 然后做网站 然后吃住都在这个房间里面 24小时 然后就没有人做饭了 然后就点餐 然后当他们点餐 万万小哥 第一次去他家送餐的时候 一看 我靠18个人 全在打电脑 那个外卖小哥说了一句话 我还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开了个黑网吧呀 他都以为马云的公司是下黑网吧 当蔡中信 这个加入了阿里巴巴以后 蔡中信给阿里巴巴带来了正规 他正式的问马云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注册公司啊 我们不能这么干呀 你这18个人到底是你的员工还是你的合伙人 股份怎么分 当马云跟他讲 这18个人全是我的股东的时候 人人都是股东的时候 蔡中信特地折服了 蔡中信认为没有这么大方的老板 就是因为马云这个格局吸引了他 放弃了百万年薪的工作 加入阿里巴巴 一个月只能500块钱 所以当蔡中信加入阿里巴巴的时候 正式把这个阿里的股权 开始给18个人培训 什么是股权 什么是期权 然后如何打造公司 然后如何融资 如何上市 把整个公司的所有股权架构 理系以后开始正式注册公司 然后开始帮马云去融资 然后融的第一笔资就是高盛 高盛是整个全世界最知名的投行之一 因为蔡中信的关系 马上就给阿里融了500万美金 当融完500万美金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马云说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 你一定要来见 当马云去见了这个人以后 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亚洲首富 孙正义 孙正义见了马云不到六分钟 马云讲了阿里巴巴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 孙正义就说了 我要投资你3000万美金 然后结果 马云跑回杭州 然后带上蔡中信去跟孙正义谈判 3000万美金 不好意思 我们不要 蔡中信跟孙正义说 No 2500美金 No 最多只要2000万美金 最多我们只愿意要2000万美金 因为钱多了 我没地儿 孙正义做投行做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创业者 嫌钱少的 然后给钱不要的 然后马云为什么能够 能够六分钟 说服孙正义 投资他3000万美金 为什么 在这里我讲一段插 讲一段插曲 讲一段 为什么今天你的企业还没有做大的反思 我们通过这段小故事来给你们剖析 周老师有一个课 这个课叫演说之道 在周老师课程现场 每一个演说班的学员都要上台分享自己成功的故事 周老师演说之班里面有一个学员 这个学员呢 在他们当地也是一个人物 身价也有个三五千万 第一次 他的朋友 把他带到周老师会场的时候 他给他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这个身价还需要听课吗 结果被他的朋友带到我的会场 当他听周老师讲课 听了不到五分钟 马上报名了周老师的弟子 成为了周老师的终极弟子 跟周老师学习 因为他发现 来到周老师的会场 他发现 他的格局 他的境界太低了 开始追随周老师学习 这个人呢 来到演说班现场 还是很狂的 因为只上了周老师的公开课 没有上周老师品牌课 来到演说班现场 然后周老师说了 等一下讲完课以后 每个老板都上台分享 他说老师 我第一个 他说我在我们圈里面是个人物 每一次三个朋友在一起聊天 都是我先发言 我说没问题 等一下讲完课以后 让你们上台分享 结果 第一个上台分享的是 周老师最早的一个弟子 也是一个香港上市公司的老板 上台一分享 身价不太多 145个亿 第二个上台分享 身价不太多 15个亿 第三个上台分享 身价不太多 4个亿 第五个 我点到刚才那个老板了 我说来 你上来分享一下 他说老师 我能不能不讲 我说为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你想讲吗 你刚才不是说 你是你们圈里最能讲的吗 老师 我觉得 我以前 我觉得我在我圈里是个人物 我觉得我有个几千万 挺牛逼的 那么在我们那个县城 结果来到你的会场 我发现都是亿万富翁 都是十亿 都是百亿富豪 都是上市公司老板 他说我觉得 他说 我觉得我这点成就上台讲 会被别人笑话 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 你们知道周老师 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说 你之所以认为 你今天是个千万富翁 上台分享 会被台下那些亿万富翁笑话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 你会看不起那些比你没有钱的人 不是那些比你有钱的人会看不起你 是如果你有钱了 你会看不起那些比你没钱的人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话 你们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换句话讲 恰恰就是因为 你的这个思维 你认为有钱人会看不起你 其实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你有钱你会看不起那些比你没有钱的人 所以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亿万富翁 我把这个故事引到马云身上 如果马云跟我这个老板一样 跟我这个学生一样 他看到比他更有钱的人 连话都不敢讲了 他认为他讲多了 会让别人看不起 请问 如果是我的那个学生做了阿里巴巴这个项目 是我这个学生被朋友介绍 见到了孙正义 我相信这个学生可能连话都说不出来 都是哆嗦的 因为他发现见到亚洲首富了 见到千亿富豪了 那个腿都是哆嗦的 请问如果马云当年见到孙正义都是哆嗦的 那六分钟怎么可能让孙正义折服投资三千万美金给马云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什么马云能够说服孙正义 因为马云根本不会把孙正义当成比他更厉害的人物 马云之所以没有觉得自己比孙正义低 是因为马云认为他有钱以后 他也不会看不起没钱的人 换句话讲 当年马云没有钱 当年马云的公司没有盈利 创业三次 负债三次 创立阿里巴巴 五百万 刚刚融资了五百万 要不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但是马云见到了一个千亿富豪 马云一点都不紧张 证明马云如果将来是个千亿富豪 他也不会看不起没有钱的人 恰恰是因为这个思维才造就了今天的马云 然后我们继续讲这段故事 我觉得周老师给你们剖析的这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们在看书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自我参照 你跟马云的区别是什么 你不是今天跟他的区别 他比你有钱 是在马云当年没钱的时候就跟你思维上有区别 所以他才成为马云 你才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 所以 今天 马云这么有钱了 来到迎在中国当评委 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那些没有钱的那些创业者 他去到学校去演讲 更没有看不起那些没有钱的学生 换句话讲 不是他今天是这样 是在他当年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就像周老师一样 很多人说周老师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自信 因为你今天有钱你是一万封你肯定自信了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15年前周老师一无所有是穷光蛋 我就是这么自信 我跟现在一模一样 换句话讲 就是因为当年我有这份自信 才有了今天的我 真的 在周老师成功以后 我经常去问我的那些以前的同学 我说你觉得我跟以前有没有改变啊 他们说没有啊 还是那么自信 当年我就那么自信 才有了今天的我 所以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你们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 为什么马云见孙正义 六分钟能够说服他 是因为马云的那份自信 是因为马云压根就不会感觉到 这个自卑 在这本书的结尾 王立芬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让马云在自卑了 没有了 因为他的自信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强大的自信 当马云拿到了孙正义 两千万美金的投资的时候 阿里巴巴正式启航 阿里巴巴开始招人全球扩张 有了钱就膨胀了嘛 就开始全球扩张了 对吧 在韩国建总部 在香港建总部 然后在美国用人才 然后请了大量的海归用人才 结果到最后的结果就是钱花完了 互联网泡沫来临了 这个时候马云发现自己错了 马云发现 他说服他的创业元老 不能在公司做高清的职业 必须要把这些高清的职业 交给那些有更多高学历的人 但是马云后来发现错了 我今天马云一无所有 一不懂技术 二不懂融资 我可以做一家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 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马云开始 叫做壮士断碗 把海外部全部撤掉 开始大裁员 大裁员的结果就是回归中国 当他回归中国以后 阿里终于 熬过了互联网最难熬的那个冬天 终于阿里巴巴开始盈利了 当阿里巴巴开始盈利以后 马云发现 发现了一个对手 他发现这个对手太可怕了 他发现这个对手是一个全世界他最大的对手 如果将来有一天 他不能够搞死这个对手 这个对手一定会搞死他 也就是一倍 当他看到一倍的时候 马云开始第五次创业 也叫做二次创业 马云把当年在淘宝里面 创业的那些骨弓之城叫过来 让蔡中信做了这么厚的一份英文合同 告诉那些人说 公司现在要让你们去做一件事 这件事前无故人后无来者 但是你们要签保密协议 你们签完以后要失踪 不能告诉你们的家人 你们去哪了 然后所有人都签了 相信马云签了 签完以后 把这些人关到了 他们的这个原来的 这个湖畔小区 不管蔡方 那个把我叫过去说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 愿不愿意 然后蔡方把我带到了一个办公室 门一打开 然后当时就有点懵 因为公司所有的欧都坐在里面 然后呢也拿出了一份 马总说他也看不懂的一份英文的合同 你只需要说签了 签了完了之后 我会告诉你 这具体是干嘛的 反正总之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是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知道 应该说没有什么犹豫吧 我这么签下来了 然后签完之后就把我拖到了一个名字 二次创业 创立淘宝 当这些人在做淘宝的时候 刚好遇上了03年的非典 非典来临的时候 刚好淘宝有一个员工 淘宝有一个员工去外面出差 然后呢被这个被感染了 被感染以后整个淘宝公司被查封 但是你们知道发生那个什么样的奇迹吗 当淘宝公司被查封 所有的员工都不能在办公的时候 对淘宝来讲就是生死之灾 但是第二天 当所有的员工都回到家办公的时候 马云突然发现淘宝网站正常运行 打客服电话 你依然能够听到 你好 我是淘宝客服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所有的员工自动自发在家里面办公 在SARS出现以后 中国经济出现往下滑 一定会使用电子上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但没想到SARS第一枪就打在我们自己公司上 其实也没有谁去张罗 没有谁去组织 然后每个部门就自动的 我应该怎么做 我需要上网 家里上网什么条件 所有一切都经济有条 就在那一下午 随后 500多名阿里员工撤离公司 回家隔离 员工被隔离 意味着在整个隔离期间 公司无法正常运作 而漫长的隔离期以后 公司是否存在 都将是个问号 您好 阿里巴巴 您好 您好 这里是阿里巴巴 然而就在隔离后的第二天 当阿里巴巴客户来电时 客服的声音照常出现 没有人会知道 其实电话那头的工作场景 已经是在家中了 马云后来回忆到这个事件说 我非常非常感谢非典 是非典让我们阿里人 让我们淘宝人 变得更加紧密了 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跟阿里的文化息息相关 在阿里巴巴最冷的冬天 在整个风投都不会再给马云投一分钱的时候 马云把他最后的500万拿出去 请了很多很多老师来给阿里人做培训 培训阿里的价值观 培训阿里的企业文化 18个创始人全部都反对 现在只剩下账上就剩下这几百万了 这几百万我们还不拿过来去过冬 怎么还去搞培训呢 怎么还去培训价值观 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呢 除了这本书以外 马云拍过一部微电影 讲的就是阿里的15年的创业史 我觉得这个电影你们一定要看 包括如果要想系统性的了解马云这个人 除了这本书以外 所有跟马云相关的书籍 网上有的视频 包括马云的纪录片 你们都可以买回去看一看 在网上都可以看一看 所以 马云 力排众议 就是拿了这五百万 就是拿了这五百万 开始给内部做企业文化的建设 然后当过完非典以后 很多人回忆 如果没有当年阿里文化的建设 可能早都没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了 所以一个企业 经营企业的最高境界是在经营什么 是在经营三线员工的精神世界 你企业的文化就是企业的魂 就是你企业的精神 大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 讲到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了 老师我企业小就不需要有文化 人老做大以后再有呗 到底是 大了以后才有 还是有了以后才能做大呢 周老师的企业 不管是我们新思想集团 还是我们66宿友会 还是我们的市场168 我们从最小两个人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企业文化 是先有了企业文化才有可能做大 所以当阿里有了自己的企业文化 而且马云非常有意思 他最喜欢金庸 喜欢武侠 他就把武侠文化 把江湖文化 导入到自己阿里文化里面 所以阿里巴巴通过淘宝 大战一倍成功了 成功以后 淘宝一跃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C2C平台 阿里巴巴一跃成为了最大的B2B平台 然后上香港上市 上香港上市 然后又打包整个集体集团业务 赴美国上市 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互联网IPO 马云也成为了中国新首富 马云这一路走过来 遇到了很多的坎坷 非常非常多的坎坷 从最开始被人当做骗子 当成疯子 没有人相信他 但是马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觉得这本书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晰 马云遇到的每次的危机 马云是怎么扛过来的 包括后面我们要讲到的 这个支付宝危机 然后包括 这个余额宝危机 创立支付宝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淘宝要想解决 这个客户购买问题 就一定要解决诚信问题 所以 所以马云创立支付宝 是一个创新 你敢买 我们就敢赔 买家买完以后 把钱付到支付宝 卖家收获满意 我们再把款付给你 但是你们知道吗 马云创立支付宝九死一生 在创立支付宝的时候 很多人都劝他不要这么干 因为你涉及到金融 涉及到金融就有可能涉及到 涉及到 法律 涉及到法律就有可能进去 马云说了 就算我进去了 阿里巴巴都得干 支付宝都得干 如果我进去了 我希望你们继续做我们的阿里巴巴 不要忘了不要忘了 给我在牢里送饭 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 是 这种马云 为什么这种民营企业家能够成功 在中国做企业 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是冒着风险干的 当周老师在今天给你们解说的时候 目前 当下最火的 那就是崔永元和范明冰事件 首级二的事件 当崔永元爆出来 这个范明冰 和这些所有的这些明星的阴阳合同事件的时候 晚上都知道 有可能范明冰会面临着 七年甚至以上的这个刑事责任 但是 我想告诉大家 范明冰也不容易啊 也是一无所有啊 拼搏了几十年才拼搏了成今天这样的地位啊 今天在中国说实话 只要是做民营企业家都会遇到风险 真的 如果你恨一个人 就让他去创业吧 如果你爱一个人 也让他去创业吧 因为只要创业 就一定有可能会碰到法律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不管怎么讲 我们永远要保持一个政治正念的心 只要你有梦想 只要你去追逐 就一定可以成功 就算你路上会遇到坎坷 包括马云到最后 把支付宝私有化 然后被网友骂 当年骂马云的远远超过今天骂翻明冰的 当年你们都骂马云骂到什么程度了吗 骂到网上有人给马云设了灵堂 骂到几千个人围攻了阿里巴巴大厦 围攻了这个杭州的阿里总部 然后在网上全部是骂马云的 骂到围攻了他的公司 拿着十块往马云公司免赠十块 但是 阿里人一个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个事件离开公司 全部扛过去了 为什么能够扛过去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马云的这种创业精神 就是因为阿里的这种企业文化 我觉得这本书讲的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的讲到了马云为什么能够成功 马云内部通过这个十八罗汉 集体辞职 辞掉了创始人的职位 每一年都让阿里的新人变成阿里的合伙人 然后把股份全部分给阿里的阿里的这些合伙人 每一个阿里人都有可能成为阿里巴巴的主人 就从这个这个分红机制 股权机制 阿里的企业文化 说白了 这就是让阿里巴巴走到今天的原因 周老师讲财商 财商讲一个企业能够自动化运营才叫做企业 那一个财商 一个企业要想自动化运营就必须要有五大系统 从分配系统到晋升系统 到文化系统 到营销系统 到风险管控系统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完美的算是了 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他有完美的财商五大系统 马云学没学过财商我不知道 但是马云背后有高人有懂财商的人 所以当周老师通过财商视角来看马云的时候 他把所有财商的思维全部潜入到他的经营企业的思维里面 所以他才能够成功 他从造词到造节 从以前的网民到网友 他造了一个词叫网商 开网商大会西湖论剑 让自己瞬间成为明星级企业家 然后双十一是一个光构节 一个非常悲哀的节日 被他变成了一个全民狂寒节 叫做购物节 今天我相信双十一 只要大家提到双十一大家都知道 而且双十一创造了无数神话 一天时间创立双十一神话 这里有一个数据 我觉得当周老师看完这个数据以后 很震撼 2009年天猫商城的双十一 销售额是0.5亿 到了10年提高到了9.36亿 到了11年双十一的销售额 到了33.6亿 到了12年达到了191亿 2003年只用了55秒 就达到了10亿 然后50亿只用了38分钟 然后一共突破362亿 13年 然后这个数字达到了362亿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神话 双十一倒计时现在开始 三二一开始开始 让我们一起去报 这个属于全球相会所的节日 还吧 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成为一个神话 而且马云要技术不懂技术 要融资不懂融资 他为什么可以成功 我觉得王立芬老师把马云是为什么成功的 通过王立芬的视角和马云的视角 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淋漓尽致 如果你想了解马云成功背后的故事 如果你想复制马云背后成功的传奇 如果你想创造一个像阿里巴巴一样神话的企业 一定要看这本书 川普写的马云 而且不但要看这本 把马云所有的书籍全买回家看一看 然后把马云当成你的精神偶像 当成你的精神资助 把他对创业者的点评 特别是在赢在中国里面 他对那些创业者的点评 全部买回家看一看 周老师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创业者思维 企业家思维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周老师研究 马云史玉柱 郭台平 王永庆 李嘉诚 黄光玉 乔布斯 比尔盖茨 这些民营企业家 真的 从李嘉诚自传 到这本马云的这本书 其实周老师不是想推荐这两本书 是想给你们推荐这种系列的书籍 你们都要买回家看 你喜欢哪个民营企业家 哪个民营企业家是当下最火的民营企业家 你们就把他的书籍全部买回家 记住 所有的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设计什么都不如设计你的人生轨迹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你就去把那些当下这个时代最火的 吃手可热的民营企业家的书籍买回家 通过这本书 让你脑袋里面拥有一个立体性的思维 当你拥有了一个立体性思维的时候 做任何事的时候 你的思维就不再是你了 而是马云了 举个例子 周老师在没有成功之前 我做任何事情的决定 我从来不会问周文强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会问如果是马云他会怎么办 如果是李嘉诚他会怎么办 他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那很多人说老师 我问我自己马云会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马云会怎么办呢 当你把马云所有的书籍 把所有市面上写马云的书籍 全买回家看了 当你把马云所有网站的视频 全买回家看一遍 当你把马云的所有节目 全部看一遍的时候 你跟马云深度链接 你就可以触摸马云背后的思维逻辑 当你触摸到了马云背后的思维逻辑的时候 你就能够形成他的思维逻辑 这个叫思维 叫领袖思维 财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 一个讲思维的学科 周老师每次开课 讲的第一句话一定是 学习别人成功的方法和经验 只会让你死路一条 因为别人的方法 再好适合他 必须适合你 他适合他那个行业 必须适合你的行业 要学习 学习的最低硬件 是学习方法 学习的最高硬件 是学习思维 要学习别人成功的思维 什么是思维 就是生出方法的方法 所以周老师 让你们看书 是要带着脑袋看书 看这本书 你们知道吗 除了可以学习马云的思维以外 你们还可以学习 王立芬的思维 因为这本书里面 是用王立芬的视角来写的 而且每一章都会有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 创业新视角的这个点评 创业新视角 其实就是王立芬的视角 换句话讲 学这本书 你可以学两个人的思维 一个是王立芬的思维 一个是马云的思维 王立芬老师 是周老师 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师 他办的云代中国 真的是激励了 无数中小创业者 而且我觉得 王立芬老师非常真诚 当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你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 你只需要看一下 就是 续言 马云对我创业的决定 影响最大 就王立芬老师 亲自一个字 一个写的 就这两篇续言 我觉得你的 你的收获就会很大 王立芬老师非常坦率的讲 我不懂创业 我就是一个创业小白 我做优秘网 然后做的很失败 然后这个我做的很多很多东西 我根本都听不懂马云在说什么 他讲的真非常非常真实 非常非常真实 我觉得一本好书就是真实 王立芬老师 没有把自己捧成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企业家 而是直言不讳的讲 当我在做赢在中国评委的时候 马云先生很多评委我当时都没有听懂 我今天回过头来 再重新来看 马云在赢在中国对观众的这些点评的时候 我发现我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了 而且王立芬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可敬的动作 就是每一章的背后 只要讲到阿里巴巴的发展史 他就会把马云 在阿里巴巴对创业者的点评 把他潜入到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设计非常非常棒 真的通过这本书 你除了可以了解马云创业成功的故事 还可以了解马云对创业者的理解 他对融资 他对打造团队 他对选择项目 他对股权架构 他对整个所有的价值观 通过这本书你全部都可以学会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 真的希望我们所有六六书友会的家人们 通过周老师给你们解读这本书 能够学会看人物自传的一个思维 而且确实当年这本书对周老师触动非常大 周老师当年真的是看了很多人的自传 然后让我拥有了企业家思维 我以前也不懂什么叫股权 我更不懂什么叫融资 更不懂什么叫上市IPO 我都是因为看这些自传而懂的 看商界杂志 看这些人物的自传 所以周老师给你们推荐的每一本书 都是曾经改变我命运的书 当然了 我今天推荐你看马云的书 你不一定非要买马云的书 如果你喜欢的偶像是雷军 你就看买雷军的书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的对象是马化腾 你就买马化腾的书就可以了 但是你一定要看人物自传的书 因为读别人的故事来理解自己的人生 通过别人的成功故事 以转身拿过来为自己所用 这就是智慧 所以这本书讲了这么久 还是希望大家买回家看一看 我还是那句话 666书友会跟其他任何的解除平台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不是跟你讲完了就结束了 而是讲完以后 你通过周老师这段视频学会了周老师的思维 然后再把这本书买回家 学习马云的思维 再学习王立芬老师的思维 你可以通过一本书学习三个人的思维 这就是666书友会最大的价值 而且还有 那就是通过周老师的解读 你学会了怎么看书 你学会了如何把这本书 让自己能够生成一个决定 让自己能够一转身为自己所用 周老师看了这本书 又生成了一个决定 我未来做任何事 都不把赚钱放到第一位 都把为这个社会带来价值产生 放到第一位 周老师创立新思想集团就是这么干的 为什么周老师在培训界可以一成绝技 很简单 很多老师讲课是为了钱 周老师不是 周老师是渴望把我学的财商 改变我命运的东西分享出来 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在周老师的会场 同行随便进 随便录音 随便录像 因为如果全中国所有的同行都来讲财商课 我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周老师 你的格局 你的境界 太大了 我说没有格局 没有境界 因为我做这些事的出发点 跟别人的出发点不一样 我做这些的出发点 就是为了帮人 结果当你做这些出发点 就是为了帮人解决消费者问题的时候 反而你能够赚到钱 真的 不是矫情 是事实 你看完这本书以后 你能够看到周老师的视角 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 周老师今天创立 每一家公司的初衷 都不是为了赚钱 不管是创立新思想集团 汇城集团 市场168 66输友会 包括我们的得道集团 我们创立的所有平台的目的 起心动念都是为了动人 记住 记住 起心动念 决定了你的终点 起点决定你的终点 起心动念决定了你是谁 你做这件事的起心动念 到底是为了度人 还是为了赚钱 如果是为了赚钱 你赚不到大钱 只能赚小钱 而且你走的不会长久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度人 让消费者用了我们的产品 过上好生活 你就一定可以做一个伟大的企业 而且你一定不会缺钱 你一定能够赚到大钱 做产品的最高境界 是让产品会说话 是让产品用了以后 真正能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所以 如果你想像周老师一样成功 如果你想像马云一样成功 把这本书买回家看一看 把所有研究马云的书 全买回家看一看 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 或者即将要创业的年轻人 一定要买这本书回去看一看 非常非常感谢马云 也感谢王立芬老师 感谢赢在中国的 所有的选手和所有的评委 因为他们曾经的创业故事 激励了周老师 也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所有66所有会的家人们 是你们的支持 有了我们这个平台的存在 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期节目 不见不散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感恩大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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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